光是凤凰电波好像就真的十几万 更上游的厂商真的有机会可以找到更好一点 所以大家真的持续关注我爱情 那个baby fat是一个包子 最后赚很多钱的时候 就是再买一大堆后宫小鲜肉 这真的是我的最大的梦想 所以我一定要达成 我也发现我的生命有个巨大的bug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部卡通 你一定要去看 诶 请问会羡慕或嫉妒谁吗 如果你太轻易的去定义你的对手 那你永远人生最强的天花板 只能到达你的对手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萨 诶 今天呢真的很开心 因为终于破5万 真的很辛苦我真的很辛苦 就是终于 诶 可是好像还没有满一年 有满一年吗 诶 没有满一年5万好像还行诶 就是感觉一开始 大家真的是蛮支持的 所以谢谢各位老板们 谢谢各位大家 这样支持到现在 今天呢我想要做一个简单的5万QA 让大家更了解一些平常 因为我讲的是一些知识型 还有教大家创业或成长 甚至赚钱的内容 好像就不会带到这些 比较生活类的东西 大家可以继续追踪我一下我的IG 因为比较可以跟我互动 或是看一下我生活在干嘛 因为我的生活就是一个大家的典范 是吗 我刚吃大麦克 第一题是真的蛮多人会问我的医美问题 因为我真的很爱做医美 我真的是从大学就接触医美到现在 那有人问我说我最推最推的医美有哪些 我就直接从我做过的 而且不止一次不止两次 可能就是三次以上做过的医美的内容呢 来跟他跟大家分享 医美我觉得其实普遍在安全状况下 我都蛮推荐大家 因为我觉得女生越急着容 就是你真的为了自己自信变美 真的可以做一些投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这是我鼓励的事情啦 那我最常做的其实就是阴波电波 本人35岁有些老化的问题 所以阴波电波这件事情 是我大概从五年前就开始有接触 但那时候真的非常非常贵 我曾经打过凤凰电波是好像16万 我不知道打几发 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什么镭射还是干嘛 就是我是包一个套 但是光是凤凰电波好像就真的十几万 机智贵 所以呢其实可以不要那么贵 我那时候真的太不懂 我现在真的有一些方法 甚至我在开发一些更上游的厂商 真的有机会可以找到更好一点 所以大家真的持续关注我IG 我没有办法的话 想到更便宜更简单 更无压力式的可以让大家变美方法 可以分享给大家 所以电波音波是我真的做的蛮多 就是双波嘛 然后呢还有皮肤的雷射 其实我觉得皮肤的雷射 我觉得最有感的 而且我还蛮常做的就是皮秒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 那皮秒其实要打得重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哪一家医生他可以愿意打比较重 但打比较重风险就比较高 再加上比较容易红重 要看你能不能接受 所以多数的医生不是这么敢打那种 很重会让消费者体验感不好 可能就不会再回去的 但其实我会觉得效果会好一点 所以看个人评估 然后再来是我真的疯狂打肉毒 可是我这几年就没打了 我是在从大学到大学毕业以后 都很很严重的baby fat 那个baby fat是一个包子 我脸是一个包子 然后好像要滚一直滚走 真的太圆 而且我以前比现在不知道瘦 是不是 我以前比现在有瘦30公斤 可是脸真的比现在胖很多很多 你以为现在这样就要胖了吗 你没看过真正的格局 我是把肉毒打到我这两边的咀嚼局 几乎都已经没有肌 就是没有肌肉的力量了 所以你看我现在很用力咬 可是它也没有撑大 那就代表我咀嚼肌 其实已经全部萎缩 所以我的肉毒全是打这两边 然后它是要定期少量的持续打 才会永久的肌肉萎缩 所以才会有永久的效果 所以我就比较常用肉毒 那我觉得要40岁以上 我身边的一些朋友40岁以上 然后他皮肤比较薄 然后比较细的话 就可以打一些肉毒在其他的地方 去抗皱抗细纹 所以诉求不一样 我比较没有细纹这些的问题 因为我的皮肤就是保养的很好 看一下冉冉 大家真的来逛一下 因为我真的都是自己用自家 自己研发的这个冉冉的我的品牌 玻尿酸啊 然后也会打鼻子啊 或是三根中间 还有一脸色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然后铜炎症 这些都是有点像是胶原蛋白 把它变膨一点 可能有些人会说 啊你脸已经够膨了 还要再多膨 但会有一些凹陷的地方 例如说法令纹啊 以前我就是大学的时候 会打的一些那个妹妹蕾色 就是打那个外面就是除毛的部分 然后甚至让它可能细致 看起来亮白 有些暗沉的部分 但是我最近发现 因为我有去体验 就是但是那个有点贵 所以我就体验架完了以后 就再也没有 然后这东西我也不想要用 网红身份业配 它是那一种 可以让你的 你的那个阴道紧缩 哈哈哈哈 这到底 它 它是一个 一个很长的 那个大的雷射管子 然后它就是放进去 然后放进去以后 弄到最强的烫爆 对不起我用的很不专业 可是我想要概念上 让大家比喻上了解 烫爆你的整个阴道壁 然后你的阴道壁 就会整个烫起来 就整个热能 然后会让它 可能扭起来 或让它更紧致 然后甚至再真生胶原蛋白 所以它整体会比较紧致一点 这个其实我做过 然后我觉得效果还不错 就是如果有多一点钱的话 真的会想要去做 所以如果你有另外一半 或是你真的想要试试看的话 可以去尝试这样 然后再来是有蛮多人问我未来的人生 可能三到五年的规划 因为大家看到很多过去的丰工伪业 甚至看到我现在在做事 可是一直没那么确定 我除了这么爱赚钱 还有带大家一起成长赚钱以外 还要走到哪里 还要做哪些事情 我自己在每一次规划 未来的目标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分成事业理念 还有目标 我的事业到底要走到哪里 就是看我现在的事业 哪些东西该动到哪里 例如说我的染染面膜 我刚刚讲的产品更优化 然后想办法一直变得更有效 然后帮助更多人 所以要把这个品牌打出去 甚至跨国 还有我的咖啡厅就继续把它经营好 然后甚至我的自媒体经营 还有我的一些线上学院平台等等 就会想要把它持续做到 呃不只是赚钱 然后不只是影响别人 甚至他可以怎么样 真的更深度实质的 帮助到我的粉丝们 甚至找到这些人的需求 然后再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 所以这些是我一直在想 所以事业我就会依照这些不同的项目 想办法把它放出去放更多 然后目标就是一个一个设定下去 例如说今年是海外的某个国家 明年是要做到营业额多少 后年是希望养一个团队 然后团队平均他们的 真的收入要是多少 例如说我很希望有一天 我的团队就是我的员工们 每一个人都年薪百万 这是我最希望做到的事情 那他们要能年薪百万 不是我随便开个支票给就好了 也不是说说口号 而是我有能力 我有这个舞台 让他们垫到这个价值 让他们彰显这个价值 甚至培训培养他们到 拥有这样高度的技能 那我就会给这个年薪百万 给的心甘情愿 他们也领的不会压力过大 所以这就是一个 需要长期去生根的事情 所以我的未来的所有的人生规划 其实都是转的这些东西 那就我如果个人上面的话 我一样耶 其实我真的是已经很看开了 我没有办法靠任何人 然后我也不指望男人了 就是我应该真的还是持续 想要继续的生根我所有的事业 所以我时间都没了嘛 然后最后赚很多钱的时候 就是再买一大堆后宫小鲜肉 这真的是我的最大的梦想 所以我一定要达成 这我一定要做到 再来蛮多人问我说 他反正大家就会分享一些 自己个人的纠结 或人生迷惘的东西 好像我是一盏明灯 好像永远都不会有迷惘的东西 所以大家真的很爱问我这个问题 然后就会很多人问到说 我最纠结或是生命中最大的伤痛 当然我生命蛮多伤痛的 就是其实我真的历经很多 而且其实我也分享过 我是一个很高明的人 我情绪很多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看大家人生历练啊 有一些人到三四十岁 都还没有历经亲人 或是很重要的朋友离世啊 或什么的 但是我在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 就已经历经一些真的很好的朋友 就会有很照顾我的人 然后就可能离世啊 或是病痛啊什么 遇到很多的意外 很多就是很夸张很drama 都被我遇到 然后就会让我有很多 很深度的体悟武汉感受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大的伤透 他其实真的要花很多年疗愈 但他没办法去影响 就是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往前走 甚至你会带着他的使命 就是他期望你成为怎么样的人 继续去走下去 我觉得会有一个我比较最近啦 这两年比较纠结的点就是 呃 我 因为有一个很厉害算命老师 我真的很爱算命 然后那个算命老师真的从 几年前就一直跟我讲 我还有另外两个女生 是他算过的命中 因为他算的命真的巨量 然后那种 政商名流上市公司老板的命 他都算过 然后我们三个女生就是包含我 都是他算过里面真的偏这个综合下来 偏上偏向那个命运里面 财位非常满的前面几个 就是很很有钱就对了 可是我这几年一直看着另外两个女生 变得非常非常非常有钱极致 但我一直追不上她们 我并不是想要比她们有钱 因为她们变有钱我非常开心 我甚至在我没有能力 或是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我还是很想帮她们 不一定真的帮得到 因为她们其实也不需要 可是我是那种我想要大家一起好 但是我真的追不上 就后来我就一直会问这个算命师 然后甚至我自己在自我探索 我也发现我的生命有个巨大的bug 他就说在我的这个八字里面的命盘里面 真的也有这个先天预设的bug 就是我太重义气 然后太爱帮别人付出 这个付出当然不是什么很大爱啊 一直慈善捐钱 是好朋友别人叫你投资 然后是我相信的人 或是我纯粹很想帮别人 我就会一直付出一直付出 那最后当然有的时候是好的 因为不是大家都是坏人 但是有时候真的会太伤我的本 以至于我没有办法跟上 她们的财富水平 这件事情是我最近一直要想的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二人谋大的人 就是你知道我跟张杰出国 只要疑似那个房间有鬼 我立刻就是先逃 然后逼她在里面跟鬼对质 或者是只要我们出去露营或干嘛 只要有蚊子 我就先看她 然后把我就偷偷把她的那个 缩着袖子拉起来让她去喂蚊子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好坏 我就是只敢欺负像这种处女座的闺蜜 可是真的在别人面前 我一个声音都不敢出 然后一直讲自己很拽 然后就一直 其实唯唯诺诺 就二人不打 我想改变这些东西 然后我一直嚷嚷我自己很自我 我很坏 可是其实每一次真的 遇到事情的时候都是我冲第一个去英雄救火 我就是喜欢去当那种很像 英雄式的救命的东西 就这个 这个东西我真的想要改变 我想要真正的自私一点 或是真正的自我一点 然后让我的成长再加速一点 我觉得这是我的课题 这个是不是有好有坏 因为 因为 我的这样人格魅力好像是真正的 有吗 如果把我们拿去喂蚊子 哈哈哈哈 哎不是 例如说 跟我当朋友很好吧 我就很想要跟我自己这个人当朋友 我想像 所有我身边的朋友 或是脸书好有一千多个人 我好像只想跟我当朋友 嗯 怎么会这样 好像不太对劲又太自大了 但总之这个就是我最近 很纠结的事 所以你们刚才讲纠结或是伤痛事 当然很多 但是这个是我最近真的很卡很卡 真的是我在生活里面做很多大小事的时候 我都一直回想 我没有办法 把这个课题变成自己的 然后怎么调整 他很优化这样 我觉得蛮多的人问我说 为什么这么有行动力 就是执行力好像很强 确实我的行动力很强 可其实我同时极致的懒散 和爱耍废和拖延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件事情 那这个东西的差别在哪里 只要遇到我没有那么觉得有趣 或是没有那么想帮 或是没有那么想要一起做这件事情的人的话 我都会拖延 可只要我发自内心想要做这些事情 或是我找到做这些事情的真正原因的时候 我都会冲到一个 我连我旁边的朋友家人都会一直吓到 至今还是吓到 就已经吓了很多年还是持续吓 很多人会因为很浅的原因去做 哦因为这个赚钱 哦因为这个机会可能不错 可你想就很浅 机会不错是怎样不错 他的不错是帮助到你的深度 人生需求里面哪一件事情呢 甚至实践的什么价值观吗 什么他其实一直必须要去回问自己 问到很深蒂固 很本质性的去思考 这个东西他在你身上发生的真正原因 所以我觉得找到很核心的那个为什么 会驱动我强大的动力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部卡通 你一定要去看叫做灵魂机转弯 一定要看他真的可以让你带到一个 从迷惘到一个找到人生真定 还有理解生命的意涵 然后你会很appreciate 很知道你现在该有的 在世界上里面的哪一个位置 然后你怎么去看待自己 怎么去看待你自己这个灵魂 存在宇宙 甚至存在你现在的生命里面的意义 到底什么你活着到底要干嘛 他不会给你一个真的明确的真的答案 可是你会得到一些链接 然后带着你自己去找到一些灵感启发 甚至启发之后可能会有你所属于你的答案 这是真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最后就是 我因为可能我常说羡慕和忌妒闺蜜 所以很多人会问我说 诶 请问会羡慕或忌妒谁吗 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个性的人 可是我是一个目标很高的人 我不一定真的到史料前会做到 但是我真的会羡慕或忌妒的人 是我真的觉得我可能有机会成为的人 所以例如说 最近我一直听泰勒式的歌 我就会忌妒他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这感觉 可是我这是个很黑暗或许很丑陋 或许真的会掉粉 可是我是那一种你跟我讲 哦那个网红比你红 讲的议题跟你一模一样 哎在卖的课跟你一样 哎穿着跟你很像什么 然后比你红一百倍 然后订阅是你的一百倍这种 我真的我完全无感 因为我真的是 比较嫉妒戴勒斯这一种 或是我的人生的神明 你问我没有宗教信仰 我的宗教信仰是比昂斯 我真正觉得唯一是我的女神的 我真的起身一定要去的 就是要看到比昂斯本人的这个演唱会 但是我看他过久 我又会嫉妒 然后我太不舒服 我好痛苦 我活在一个深渊中 然后在我自己的房间 我就又把他关掉 因为我记录他 他应该不知道这些 就是很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可是我真实是这样 我最爱的一部剧叫做《昌蓝爵》 哎大家真的可以看一下 但这部剧里面的男主角 叫做东方秦昌 然后我很爱他 可是我每次看他看久了 哇 我嫉妒到我有一次真的是 用iPad 然后在那个垫子这样上面 我真的是素描把他的五官画出来 想说我怎么样 我到底要怎么样整成他 他是男的 就是因为 因为嫉妒到太想要变成他 然后甚至比他好看 他真的太帅了 他是一个我审美最顶关 我觉得真的最帅的人 都是我看那些粉丝爱他 就是说这是我老公 我想要见到他 如果是男友多好 可我想要当他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个毛病 可孔刘 因为就真的是一个很温柔 很温和的人 我不会想要跟他 compete或是嫉妒 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说 我觉得 我说真的我的感受是这样啦 可是 有趣的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后来就把这一段 跟我一个朋友讲 然后我朋友竟然跟我讲说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其实你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 好像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不用我真的没有 我的这些分享的过程 还有这些潜意识 就是其实是告诉我自己 其实我可以强大到 比我眼界里面的人更高 所以他说我唯一成功 或是唯一让自己 真的可以一直驱动往前点 真的是 真的是我不把这些 眼前的对手变成对手 我是知道我自己的潜能 或是我的动力 或是我未来可以走到什么 所以我可能更高 我当然不可能成为太热的事 可是我知道 我会往更高的地方走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 我今天想要送给大家 就是如果你太轻易的去 定义你的对手 那你永远人生最强的天花板 只能到达你的对手 你原本可以成为 毕杨斯或总统或最高的 可你只是因为眼前只看到这样的对手 他确实OK 现在赢你多一点点 现在赚比你多一点 但那一点点其实你根本可以超越 你太小看自己 而乱定义了你的对手 以至于你把自己的格局缩限了 所以我绝对不会鼓励大家什么 哎要善良大爱不要羡慕嫉妒 嘿嘿 百慕 我不要 我不要听这些 肤浅假的要命好不好 你就是要羡慕嫉妒 你就是要嫉妒所有的这些 你真的想要嫉妒的人 去真正的感受你到底嫉妒谁 你羡慕谁 你想要把谁揍爆 你感受 可是你感受出来你自己诚实面对 你不用share出来啊 但你感受到这件事情 就意识到这件事情 你就会突然发现 你是不是把你的目标放在太短了 目标放远一点 去找一些你真的觉得更厉害 更拽更高度的人 尽情的羡慕嫉妒他 你当然也可以比较soft一点 因为我走这种羡慕嫉妒 你可以真的是崇拜他 真的是很想接近他 但他真的是高一点远一点越好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有一天 你可能会接近到他 像我一直觉得我的人生死掉前 只要见到孔流就心满意足了 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要到有一天我的染染面膜 大家可以买一下 我今天是推第四次 哈哈哈 真的求求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没有请明星代言 全部东西都放在这个内料成分里面 你敷了真的会变很漂亮 总之我就一直想说 我的染染面膜 有一天如果做到就是 可能市值五六亿 那我就可以花点钱去请孔流来 我用钱杀你来吧 这样 就是我在2017年的时候 张杰本人因为真的是一个 张杰应该是全台湾最顶硅的艺术家 你敢说不是你来啊 你来留言啊 我们来吵啊 奇怪 这后面有点歪掉 最顶流的艺术家 所以那时候呢 华硕就邀请他做一个大专案 然后他就有机会 接近跟孔流同台 当时在台上的就是孔流 还有你 因为张杰就帮我要到一个最前面 第三排VIP的位置 我真的就是这样子看孔流走过去 然后孔流真的有看我一眼 结他的眼睛的图不行吗 不行 蛮多私密的一些事情 然后 医美内在全部都一起分享给大家 所以如果你有更多想知道的话 欢迎留言好不好 我们下一次QA 100万吗 他可能要10万 因为现在才5万 好啦下一次是10万订阅的时候 我们再来试试看 回答一下 这边有留言的那个提问的话 我就一起到时候回答给大家 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 真的很感谢这5万订阅的所有人 谢谢大家的支持 艾尔莎会继续努力带 所有的支持 还有赚钱方式 还有成长成功方式给大家 还有做自己的真实能力给大家 所以继续艾尔莎哦 再见